第二 美国和欧洲经济衰退 中国拿到这种订单大大减少 出口迅速加强 第三 企业被迫减产才难 那么现在呢 大家就关心 说这个危机对中国冲击有多大呢 那么我们专门有一个session 几位教授都做了研究和分析 来讨论这个事情 美国和中国面对的挑战 在目前是不一样的 说不要简单的类比 不要从地域上来说 金融危机从这儿到那儿 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 泰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倒了 马上呢人们就说 这是整个亚洲的危机 中国一共逃不掉 以后呢这波呢就冲到了菲律宾 台湾 香港 新加坡 说这下就中国也倒了 然后他再一跳呢就跳到韩国 人家说这完了 这南北都有危机 中国不倒吗 最后日本也倒了 说完了 中国逃不掉了 总在那儿唱衰中国 到中国呢 一点事儿没动 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过来了 这里面有它的原理 有它的道理 而不能简单从地底上来说 就这么推过去 同样 这次全球的金融危机 中国能不能独散其身 保住自己的主要的实力 是吧 肯定要受损失 胳膊腿受伤是肯定的 但是几两步不要断 我们就有可能用它戴起来 这是要做认真的分析 如果把两千亿丢进本内 本内就了半天 就不过来 又要完了 还要一两千亿 两千亿再进去 还不行 你怎么办 为了就前面两千亿你还得进 那你不知道你两万一能够动魔杀刺啊 是不是 是不是倒在这上面 这一哈的辈子 大家都讨论 现在有人就讲 正给大家就讲 金融危机是全球的事情 我们必须共同挑起这个责任 马上有人就反对了 你挣钱的时候怎么没给我分过 你用钱的时候 你看上我都是这两个钱了 你是大国 你是富国 我们还是穷国 放在中国家 就比如说一个三百万football player 你掉到水里头 我是个Tillager 我能把你倒上来吗 我跳下去捞你 咱俩一块死 还不如我再问上叫 嘿啊 翠啊 我尽量倒一掌的责任 是不是 这总比大家都死要好一些了 所以这个问题呢 大家就要看 中国的冲击有多强啊 中国按揭贷款现在总额是3790亿 GDP3.2万亿 占12% 美国的按揭贷款呢 10万亿 GDP13万亿 占76% 所以美国的冲击要大一额 这是从房贷问题上出现的 而且呢 中国的没有刺激贷 你不除了两个条件 首付百分之二十 月供不超过你收入的百分之五十 这两个条件一直没松动 所以中国不存在次移贷 那么这样 房价中国万万不能跌 但是只要房价稳重 不然贷款就不会上去 所以现在的形势在这儿 美国的按揭贷贷款 占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六两 中国只占11.6 是吧 再说呢 美国的家族负债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之一百零二 是吧 中国呢 中国它的负债额非常低 因为呢 银行不给老百姓生活贷款 你想欠债 银行还不让你钱 所以中国的情况和美国不一样 我们专门一个公式来计算它的稳定度 那么这些指数都影响了 中国的金融稳定度要远一点高于美国 它的问题不发生在这个房贷的突然爆发上 那么中国现在国力如何呢 截至2007年底 中国国债预额占GDP的移动是百分之二十二 美国是七十一 欧元是六十七 日本一百六十三 也就是说你以前欠有的债 中国欠的债很低 中国到2008年 现在最后统计数据没出来 在年初的时候政府工作报告计划 2008年财政赤字两千亿 但是和GDP相比还不到百分之二 所以中国人他这个传统逻辑啊 包括政府战略都不愿意欠很多的账 这个时候稳定度就高了 我到关键的时候我还可以借债嘛 如果我已经向日本借了一百六十三的 GDP的一百六十三 你债借怎么还啊 你借债要还本不息啊 这个账战就很重 所以中国现在还不错 中国企业 五千个大企业的同屏负债率是百分之五十五十三 相当好 一般的企业在外国都是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现在中国计划拿四万亿来次级内需 钱哪来的 是原来的计划在未来八年之内 由政府投入的计划建设 现在集中起来 在这两年先干 而这个呢 是通过国债发行 现在中国的国债只要一发就卖掉 老百姓有钱 而这个里头政府财政支出 在四万亿里面 是1.18万亿 所以这次专门他们邀请我 去检查一下中国财政情况 美国这些经济学家才明白过来 报纸上说的那些东西 都是没根据的 但是中国有中国的问题 简单的说呢 就是我们的不良贷款率很高 很多东西呢 是做假账 明明是不良贷款 咱把它藏起来 偷犯了贷源 所以并不轻松 我们的银行主要的 是不良贷款率很高 而不良贷款率三个来源 第一个是历史上 政府政策政府部门的改革所造成的 第二是国企造成的 第三是银行自身 非常遗憾的是 直到现在 国有企业还在继续制造不良贷款 而且很多非规范的行为 比如说 中国大学 大家到中国去一看 哎呦大学的校舍 盖得比哈佛斯大夫漂亮多了 是不是 到泽大去看 北美哪有一个大学的校舍 有泽大的校舍好 一进去像五天天饭店